第一 日方一直宣传其所谓的处置方式 安全可靠 他们有没有经过利益攸关方的认可 第二 东京电力公司频频爆出隐瞒虚报的丑闻 日方如何能保障东京公司单方面提供的信息数据的真实性 第三 由日本政客曾公然鼓吹处理过的核污染水 喝了也没事 为什么到现在他也不敢以身试水 以正清白 第四 面对国内外普遍质疑 日方何时撤销错误决定 辅导核事故 污染水处置问题 事关全球生态环境安全 事关各国人民生命健康 理应征求各利益攸关方的意见 特别是日本周边国家意见 并经过充分协商 也应该在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原子能机构等框架内进行评估和讨论 目前 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筹建相关技术组 并已经确认将邀请中国 韩国专家参与 中方将全力支持相关工作 推动日方 回应中方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日方应切实拿出诚意 负起责任 保护好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不要做祸害当代 遗害子孙的事